西梅市政府强力推荐银法族共餐 而玉英里银法俱乐部 就成为了树林区第20个据点 树林区长以及民意代表都到场支持 协同里长举行了揭幕仪式 里长人脉也非常的好 那也大力的争取相关的一个经费 来举办这个老人共餐 那未来呢每个礼拜礼拜一都会有一次 那邀请这边长辈一起来这边共餐 然后这也是市府长期推动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各界民意代表的一个 对整个政策的一个支持跟推动 我们俱乐部是一个一个不断的在成立 那我想有一个据点 就是让更多的老人家能够有地方去 而且呢这个环境如果做得好 我觉得他们会越想来 越想来呢就会鼓励他们多交流 身体会比较健康 现在其实是高龄化的社会 但是其实健康的长者很多 所以像现在这样共餐的政策 其实是让还可以出来走动的 老人家呢能够有个地方能够快乐的一起用餐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里长詹顺吉呼吁长辈们要多踏出家门 这里不只会举办活动 每周一还有银法共餐 可以来这里认识朋友 一边享用营养美味的午餐 希望我们育营里的一些长者 能够走出来 我们现场有准备了按摩椅还有运动器材 还有一些桌游还有脚底按摩器都可以来这边共享 让那个长者呢远离失智走出来 让身体更健康 共餐的菜色非常的丰富 有香喷喷的鸡翅水饺蔬菜 有豆腐还有共丸汤 六菜一汤吃得饱也吃得均和 参与的民众都表示非常肯定里长的用心 让大家有个聚餐的好地方 今天有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非常好 希望老人都出来大家管理完 照顾老人我觉得很温馨 让老人能够走出来 让大家在冲青可以一个交互培养感情 和平失智会也在现场捐赠了食材金 会长刘又良就表示 取之以社会用之于社会 未来还会持续与地方继续合作贡献心力 希望以后还有多多机会可以 不管是什么社府都可以跟地方 或是各市政府机关结合一些合作 然后让我们失智会为社会大众出一些力量 共猜现场邀请了国乐团演奏 区长陈其正以及里长詹顺吉 都上台高歌一曲与民众互动 让长辈不仅能吃得安心 也观得开心 中家新闻肇事院张育科 新北市树林区厂报道